現在賣射喔 真的是 你也要射到一個極限啦 但是射的那個限界值喔 就在那邊 你總是不能把它點露出來的 所以如何在穿好衣服的情況下 能射得贏尼姬喔 就是現在的二次元手遊課題了 我們才不是那麼膚淺的觀眾 咔屁 你們就是 膚淺的你們已經成長了 謝謝傑哥 讓我們長大了 確實 確實 冷知識時間 薛丁格的貓 是奧地利著名的物理學家薛丁格提出的一個思想實驗 是指將貓關在有少量雷和氫化物的密閉容器裡 雷的衰變存在機率 如果雷發生衰變就會觸發機關 打碎裝有氫化物的瓶子 貓就會死去 如果雷不發生衰變 貓就會存活 那根據量子力學的理論 由於放射性的雷處於衰變和沒有衰變兩種狀態的疊加 貓就理應處於死去和活著的生死疊加狀態 所以貓到底是死活 必須在盒子打開之後 外部觀測者才能確定 這個就是薛丁格的貓 薛丁格想要透過這個思想實驗來告訴我們 除非進行觀測 否則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總之就是說你他媽的不進行觀測 一切他媽的都是屁話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思想實驗薛丁格的貓 手遊不進行快篩 就無法確定有沒有料 沒有錯 所以我們現在 要來進行其他的手遊快篩 萬眾期待的Flow Water 我知道了 簡單嘛簡單 接水管遊戲難得到我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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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轉 我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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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這樣子 欸? 不可能啊 怎麼會 好了 無敵 太簡單了吧 這太簡單啦 看一下啊 我跟你講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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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哎呀 剛剛那個做做節目效果 也要在那邊該半天你們這些人 Easy好不好 謝傑哥已經氣到去下載了 沒有錯啦 這就是要推大家去下載這款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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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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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啦簡單啦 來看一下Hard我們過無二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Hard好像看起來有一點點複雜 有一點點 OK 沒有問題 這個藍色的水要丟到藍色的這個池子 這個藍色的池子只能這樣 欸? 哦 我這樣子把它封住 這個水會回流到這裡 哇靠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這樣子它應該就可以回流了 嗯 灰色 我已經完全掌握它了 呵呵呵 其實挺好玩的 這款可以吧 只要花兩百塊就可以解鎖無廣告 後面還有一堆比這個藍超多 甚至還有激光跟噴水拳 不錯 這款挺有趣的 推薦大家可以玩一下 這款Float Water 陰性84% 陽性15% 140人投票 不錯了 好玩 這款傑哥認證 真正需要腦袋的遊戲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載一下 再來啊 我們來玩一款 最近非常紅的 這款叫做 七願幻夢重構 這款看起來還算有料 呵直接陰了 太快了吧你們太膚淺了 這樣就陰了 弟弟又可以了 哇 一睜開眼 是什麼遮蔽了我的雙眼 沒有雲 那我們只好SKEEP了 怎麼有一種熟虛感這個畫面 OK 14行10 又14行10 OK 擺陣 有Auto 完美 有兩倍速 完美 自動戰鬥 自動放技能 好了 無敵了 剛剛在那邊喊陰的給我出來啊 剛剛不是說很陰 雷劍遠 雷劍遠 算是雷劍遠吧 就標準了 你要說 你要說雷公主連結也行啊 擺陣 然後你只要負責按大招 我錯了 看來你們都是一群好孩子 會認錯 我剛剛是說大不是陰 好的 看在你誠實的份上 原諒你 這個甄選畫面也是 挺 類明日方舟的 OK 自動生產 掛機領獎勵 沒有問題 基本功能 該有的都有啦 怎麼說呢 這是一款 類見於遠征 配上明日方舟的美術風格 湊出來的一款遊戲 沒有太大的缺點 但也沒有特別的優點 大概是這樣 與貓之成筆呢 我覺得這款比較香 我覺得這款的圖比較香 真選 抽角 哇靠 這個抽角 這個抽角 太隨便啦 等一下就直接進畫面 之前講過什麼 抽卡 是最尊絕不凡的地方好不好 抽卡 是大爺花錢的地方欸 一定要弄得更尊絕不凡好不好 你以為那些吃餃子老虎雞在那邊跳跳跳 跟一堆動畫聯名 衝殺小 這個花錢的地方喔 要弄得最炫炮好不好 這個太沒feel啦 這個點一下就出來了 這不行啊 真的抽到T0 OK 其實也是挺不錯的 也是 這遊戲也是挺不錯的啊 突然就原諒了 還是剛剛那是必中詞 我知道了啦 我知道了 剛剛那是必中 因為你看 你看他那個詞就沒啦 他剛剛那個詞沒啦 所以剛剛那是必出啦 不要在那邊被收買好不好 送你一個必出 就被收買你們這些人 太好收買了好不好 正常SSR機率是4.61 4.61在這幾隻分 4隻分的話 大概1%吧 抽到SSR是1% 結果哪是沒必出 沒有 剛剛那個真的是必出啦 剛剛那個一定是必出 OK 有做不同Skin 還行啊 這個圖畫的不錯 有沒有日文語音 沒有 沒有日文語音可以選 完了完了完了 這款感覺也有點微涼微涼的 這個有日文語音可以選喔 算現在的標配啊 不是說一定要有 但你要給大家選擇的權你知道嗎 這基本上現在有一定水準都要有 沒有啊 這邊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語音切換的地方 中配好或壞 這個我不評斷 但是你要給大家選擇 是不是在湊誰誰 我在湊誰 我在湊誰 現在手遊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手遊 都有吧 比較大的手遊 都有 都有日配可以選吧 其實人設算做得不錯啊 人設算做得不錯 這個美術算弄得還不錯 神魔之塔 神魔之塔沒差啦 神魔這個 百年老遊戲了 怕啥呢 他現在早就贏麻了 我覺得美術算不錯啊 角色是好看的 然後這個 類明日方舟的部分 也沒有給他做半套 這個類明日方舟的部分 直接做全套的 所以這個UI介面看起來都還行 好 這隻看起來是挺香的 這個非常值得拿來做封面 截圖 這些SSR的角色看起來都有做Skin Skin看起來都還不錯 Skin的部分 有用心啊 這個插圖有用心 值得下載下來 好好欣賞一下他的圖鑑 這個就沒有 這隻挺香的 OK 也不是每一隻都有Skin 但每一隻都長得不錯 圖鑑還是尼基好拜託 尼基那個Level完全不同好不好 請問這個遊戲幾FGO 1.5啊 標準1.5FGO的手遊 標準1.5FGO就是這個 有配音嘛 然後 有自動戰鬥 有加速 那他也有掛機頂資源 我猜應該也有掃蕩吧 掃蕩不確定啊 標準1.5FGO 不能說你太差 只能說你沒有贏 你沒有贏的地方 但是也沒有輸的地方 大概是這樣吧 升錯時代沒有錯 升在10年前你就贏了 這個Level喔 升在10年前 就是贏家 現在的手遊市場喔 是非常非常殘酷的啊 這個你沒有輸別人 沒有贏別人的話 那你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找到你贏別人的點 現在這個平凡的手遊 已經沒有辦法在這個市場中 震動一口飯了 對岸手遊市場超級內捲化 對啊 這個捲喔 是這個中國捲 日本捲 台灣也捲喔 全部都很捲喔 這個手遊市場 現在真的太硬了 太硬了 邵錢2算有自己的特色嗎 有啊 邵錢2 把自己燒起來 都把自己燒起來了 還沒特色嗎 你只是生在沒有手遊李一世的時代的凡夫罷了 韓國肯定 韓國的媽的遊戲產業捲到爆好不好 在手遊的死滅回遊裡 你活不過兩局 現在你沒有一定的特色喔 這個就很快就死路邊了 好啦 結算 這款七願 幻夢重構 72%陽性 27%陰性 120人投票 現在我們的觀眾啊 已經非常嚴格了 給你這麼大的奶子 也是不給他過關的 以前只要這個 有圖鑑有奶子 大家就好好好好好 現在已經 唉 已經不行了 你看這些人 連我們的節目啊 連我們手遊快篩喔 都內捲成這樣子 唉 不會輸的劍 是贏不了的 沒有錯 前有大小藍 後有尼姬 怎麼贏 沒有錯 現在賣射喔 真的是 你也要射到一個極限 但是射的那個限界值喔 就在那邊 你總是不能把它點露出來的 所以如何在穿好衣服的情況下 能射得贏尼姬喔 就是現在的二次元手遊課題了 我們才不是那麼膚淺的觀眾 個屁 你們就是 很膚淺的你們已經成長了 哈哈 謝謝傑哥 讓我們長大了 確實確實 這幾年下來啊 感受到我們的觀眾成長了 以前有奶子 有圖鑑就好好好 現在已經是過不了關的了 目前覺得這一次的手遊 我覺得尼姬啊 我覺得尼姬 尼姬 碧蘭航線 跟這個衛蘭檔案喔 這個三強鼎立 但這幾款裡面呢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尼姬 我覺得碧蘭航線比較早啊 碧蘭航線比較早 所以他那個玩法啊 我覺得放到現在已經不太好玩了 但他的這個skin喔 真的是很色 真的是很有料 真的色的很有料 太多大的 欸 開來一點小的不行 衛蘭檔案如何 衛蘭檔案也太危險 這個我們不方便評斷 中色塵埃2有啦 中色塵埃2也蠻色的 也是蠻色的 但是玩法 比較硬拍一點喔 這個玩法太硬了 你可能現在玩家要去接受還是有點難 我覺得尼姬就比較剛好啦 尼姬玩法不到太難 然後也夠色 也夠色 然後打不贏喔 就睡覺 打不贏就一直睡覺就好了 之前我就一直說很有料的 這個大家都不相信喔 一直嘴我 但你看 現在我不玩了 然後又一堆人跑去玩 是怎樣 我說的才是對的嗎 衛蘭檔案都沒找捷克工商過 沒有啊 完全沒有 衛蘭檔案該找我工商一下了吧 衛蘭檔案的遊戲性 在推特 懂得都懂 懂得都懂 好了好了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喔 那我們今天開台就開到這邊 大家啵啵啦 啵啵